由基隆市教师职业工会所举办的庆祝大会中 邀请到许多DIY的摊位 还有首座工坊的老师及街头艺人 涉摊展示 也让不少老师倦术玩得很惊心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 祝老师教师姐快乐 我们这一次基隆市教师职业工会 举办928的一个庆祝活动 那么最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 让所有的这个会员 我们的教育伙伴大家可以同居一趟 过一个这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教师姐的活动 所以我们现场安排了很多 这个非常有趣有意义的一个摊位 让我们的会员可以带着他的孩子啊 眷属一同来同乐 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这一次举办的教育论坛 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教育伙伴们 针对这个关心的教育议题呢 提供这个意见 然后汇整大家的一个共识 作为整个工会未来去推动各项政策 或者是针对教育议题发言的时候的一个方向 那同时我们现场呢 也针对年底的选举 让这些候选人可以提供他们的教育证件 来跟我们的所有的教育伙伴们对话 让我们大家共同的更关心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教育发展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展现教师群体的能量 表达大家对教育公共政策的关心 更重要的是 让会员们怀抱着欢乐交流意见 一起度过属于教师的节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